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奥特曼哥们带来的玩具哦 我们来看姐的奥特曼哥们带来了什么呢 旁边呢有一个姐的奥特曼 外形的战车玩具 快来看这里呢是她的头 然后呢车身上的条纹呢和她身体的条纹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前面呢有一个黑色的保险杠 把它翻过来按下保险杠 战车就变成了奥特曼的形态 再来看中间呢这是一个奥特曼的变形蛋 她一定是杰德 因为条纹是一样的 杰德奥特曼给我们带来了她自己的变形蛋和一件变形战车玩具 哇哦不错哦 我们再来看这是赛罗奥特曼 首先来变形她的变形蛋 她的上半身呢是蓝色下半身是红色 有两个头标可以作为武器 再来看她的一件变形战车 哇都是蓝色和红色 然后呢铠甲是银色的 我们把它翻转过来 她的头呢和两只手臂都伸展出来了 然后把头摁下去两条手臂收起来 这样又变成了战车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是暗黑贝利亚 她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黑色的 先来看她的变形战车 果然和她非常的像 翻转过来 她的后车轮子呢是她的两个肩膀 我们再来变形她的变形蛋 暗黑贝利亚是历史上第一个躲入黑暗的奥特曼 我们还有两个怪兽给我们带来的变形战和战车哦 快来看怪兽的变形战车是这样的 它看起来呢像是一辆货车 同样把它翻转过来 敲一下保险杠 哇它们两个都变成了怪兽的样子 然后呢把它翻转过来 它头这里呢还有一个尾巴 这样就更像怪兽了 接下来来变形它们的防御弹 这是怪兽哥莫拉 怪兽哥莫拉和怪兽雷德王 好了小朋友们 踏完节目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 拜拜